有一種人 在健身房拉一下器材 就可以開始照照片 這種人我們都叫他 Attention whore whore原本是從事性交易 或者行為放蕩的女孩 通常是貶義 或有的時候也被用來批評 願意跟你以外的所有人 上傳一個男孩子或女孩子 例如 Why you don't want to sleep with me whore 你為什麼不願意喊我睡 你這個名字 後來也引申用來形容 被特定失誤具有狂熱的情緒 例如 就是用來形容那些 會用一些不恰當的手段 去吸引他人助力的族群 例如仲淚在Facebook上 貼一張他穿比基尼的照片 然後說 啊 我最近好像變胖 然後讓他的朋友 粉絲追蹤者搶的回答 你一定要胖一點 你太瘦了 你好可愛 或者用一些沒有脈絡的 抽象情緒去刺激他人的反應 例如 或自己一個人又會過得很好 然後讓朋友 追蹤者 粉絲在下面搶的回答 你是最棒 他好堅強 事實上缺乏故事的脈絡 很有可能他剛剛殺了老公 也說不一定 Attention Hall 不分性別自古就存在 今年因為社群媒體的興起 更是推波助來 使得Attention Hall 無所在 但是 想要獲得別人的關注 真的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嗎 作為一個拍影片的人 呱吉當然恨不得 全世界的人都來看我 看著我 看著我 越多人看 我越興奮 我相信 這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創作者 都有相同的驅動力 但這表示 創作者都是Attention Hall嗎 這並非一個非黑即白的事情 也受到很多主觀因素的影響 但只要你獲得注意力的方式 是想要讓大部分的人都開心 甚至有所收穫 那我覺得你所獲得的關注 都是理所當然 最近我們拍了一支片 呃 呱吉在電奶頭的時候呢 忍不住說了一句話 拍什麼開箱 粉老婆影片的人講 你們有用生意拍影片嗎 我不是要嗆其他的創作者 事實上 能夠持續不斷的創作內容 而且受到觀眾喜歡的 呱吉內心都給他非常的欽佩 呱吉當時自所以這麼說 是因為電奶頭這件事情啊 真的他媽的太痛了 最近有一個YouTuber 他開了一個頻道 專門在收入和創作方法上面 去嗆其他的創作者 引起不少的爭議 有的人認為他罰眾取寵 可是呱吉其實非常的欣賞他 娛樂產業的原理 就像看摔跤比賽一樣 有震撼就要有反派 這個學長私底下 也許是一個提攜後勁的大好人 你不會知道 只是他現在在舞台上 扮演的就是一個壞嘴的角色 有這些個人特質鮮明的角色 才有娛樂 我是呱吉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好 好